嗨,大家好,我是蓉儿 很多人都会说,做出来的米发糕容易塌陷还不白 我也在家试了好几个房子 下面这个方法是最简单,且最不容易塌陷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是800克大米,先加水淘洗干净,可以多洗几遍 接着加清水泡三个小时,也可以提前一夜泡好 第二天起来直接做 大米泡好后先把里面的水倒出来 接着直接加到料理机中,再加入340克温水 料理机比较小的,可以分几次来打 搅拌成细腻的米糊就可以了 打好后再倒入碗里面来 接着加160克白糖,120克面粉和5克酵母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如果搅拌好的面糊太干,就加点温水 太稀就适量的加点面粉 搅拌好的面糊状态是细腻可流动的 硬落的时候可以看到痕迹,但会快速消失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这个玻璃碗有点小,我换了一个大点的碗 然后盖上保鲜膜后,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原先体积的两倍大 最近的温度还可以,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发好了 撕掉保鲜膜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大气泡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用筷子再次搅拌排气 这样蒸出来的米发糕才不会容易塌陷 接着准备模具,我用的是小纸杯 家里没有的话可以直接用小碗 接着倒入面糊8分板 接着做的比较多,还剩的一些我直接倒入长方形的模具里了 全部倒进来后就可以上锅了 冷水上锅,水开即时 大火45分钟后,关火再焖5分钟出锅 我们的发糕就蒸好了 揭开盖子就能闻到浓浓的米香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超级Q弹 颜色白白的,而且也没有塌陷的痕迹 倒凉后就可以开吃啦 香甜可口,不干不粘 盛大米膜的米浆,加了酵母更注意消化 大人孩子都会喜欢 再见